霍云东在香港的权势有多大 许多人可能无法真正理解 简单来说 霍云东在去世之前 他已经是国家的领导人之一 副国级的领导 另外他在香港 就是代表了北京 另外对于内地来说 霍云东就是一个忠实的朋友 一个可以跟国际很多体育组织 还有很多华人富豪 都说上话的人物 许多人都知道霍云东曾经被英美打压 那是因为在韩战期间 霍云东为内地运送禁运物资的关系 不过到了后期 因为霍云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连港督也不得不跟霍云东妥协了 1978年 霍正廷跟朱立令在香港结婚 霍云东一改 霍家低调的传统 不仅仅给朱立令家支付了1000万的聘礼 同时霍云东还花费了巨资 在香港摆下了世纪婚礼 加上朱立令双利亚港姐的身份 自然是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许多人可能想不到霍云东为何要这么做 几年之后霍正廷的亲弟弟霍正环 想要跟少氏女明星陈琪琪结婚 霍云东却认为 对方是女明星而不同意 还闹到了父子两个人有了矛盾 为何霍云东就同意霍正廷娶女明星 而不同意霍正环娶女明星呢 因为此一时比一时 1978年霍云东就要高调 他想要全香港人看看 哦 霍云东已经回来了 因为在50年代 偷运禁运物资帮助内地 霍云东算是彻底得罪了英美 当时霍云东还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后来霍云东声音越来越大 英美对他的打压就越来越大 当时还有人说霍云东曾经贩卖军火 另外霍云东的新光行开业的时候 英国佬就无故停掉新光行租户的电力跟电话线 后来他们又逼着获得把新光行卖给颐和 1965年香港拍卖海军船屋地皮 当时只有霍云东一个人去投标 结果霍云东中标之后 英国佬突然宣布投标无效 最无奈的时候 霍云东只能选择离开香港 去英国 加拿大 日本等地方游历了半年 罢工运动过去之后 霍云东才回到了香港 这个时候霍云东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地产大佬了 为了跟英国人妥协 霍云东不得不把价值30亿港币的新光行 以4000万借卖给了英国的颐和公司 除了跟英国佬妥协赢得重新发展的机会外 霍云东更加积极地跟内地联系了 1967年霍云东第一次到北京 为了掩人耳目 他选择先去澳门 然后再从澳门出发 1971年霍云东在香港开始重新崛起 在一个公开场合 霍云东跟港督微笑握手 这个事情对于霍云东在香港产生巨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事情是霍云东一直在秘密帮助内地 恢复在国际各个体育协会的合法地位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际奥委会的地位 因此霍云东还被台湾盯上了 并且下了通杀令 派了杀手到香港对付霍云东 当时每个月霍云东都会安排新华社的记者 在自己家里会见香港各行各业的精英 让他们加深北京的了解 每一年霍云东都会组织香港企业家代表团到内地参观 霍云东利用英国老改善关系的契机 开始大力发展 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 霍云东的生意帝国已经涉及石油 航运 酒店 旅馆 博彩 建筑 地产等等 旗下各类公司总计六水道家 在全球拥有十万员工 这个时候香港人都知道 霍云东举手投足就可以影响到香港的经济了 因为霍云东的影响太大 英国老反而要主动跟他妥协了 因为他们再也无法打压霍云东了 1977年 朱玲玲当选香港小姐 引起了香港巨大轰动 霍振亭在一年之后选择跟朱玲玲结婚 霍云东特意安排下一个轰动香港的世界婚礼 因为这次婚礼就是要做给香港人 他们知道霍云东回来了 在婚礼上面 连港督麦里浩都出席了 麦里浩参加霍云东家族的私人聚会 这说明英国老正式的妥协 霍云东在香港的声势达到了巅峰 朱玲玲跟霍振亭的婚礼 可以说是在香港历史上留下了浓墨仲裁的一笔 这背后的政治因素也是不可忽视了 1978年之后 霍云东在香港也已经无需担心英国老打压了 于是他开始公开大力支持内地的发展 他先是在中山建立了度假温泉酒店 随后又投入巨资 在香港建设了五星级酒店白天鹅 当时国内的五星级酒店都不公开 霍云东在开业的时候 却公开邀请全广州市民去参观 当天广州几十万市民涌入白天鹅 结果把名贵的地毯都采烂了 下属建议停止公开参观活动 霍云东却说全部损失都算他一个人的 之后霍云东更是开始大力去开发南沙这片荒芜之地 1993年霍云东当选政协副主席 成为了副国级的领导 这个时候霍云东在香港地位已经非常超然了 很多人问为何第一届的特首不是霍云东 因为当时霍云东的地位已经超越了特首 第一届特首的产生 霍云东在里面也是起到了具足轻重的作用 其实对于香港来说 霍云东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霍云东还在的时候 香港就拥有一个可以跟北京各大人物 直接沟通的大人物 很多不能在正式场合谈的事情 就可以通过霍云东先去反应 2006年霍云东去世 对于香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如果霍云东可以多活10年 那么香港一定可以发展更好 霍云东重病的时候 他的待遇也体现了他的特殊地位 霍云东2005年重病的时候 北京是直接派专机去香港 把霍云东接到了北京来治疗 霍云东最终也是在北京去世的 纵观香港过去100年 没有一个人的权势可以超过霍云东 未来的100年也不会再有人超越霍云东 说霍云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真的是不夸张 到底是霍云东创造了时事 还是时事创造了霍云东 没有人说得清楚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霍启刚首谈朱玲玲离婚内幕 透露向郭晶晶求婚细节 仍有紧张感 香港豪门祸家一直以来 深受各界敬佩 创始人霍云东的功劳 可以用名垂千古来形容 一点也不为过 在那个战乱年代 爱国商人霍云东 能够排除种种困难 多次组织规模巨大的船队 帮祖国运输急需物资 这一份爱国精神 值得后人尊敬 如今霍家第一代核心人物相继离开 如今把发扬霍家的重任 交给了第三代孙子贝勒 不过纵观霍云东的孙子当中 勿容质疑 长孙霍启刚将会是未来霍氏家族的风云人物 从生活中的点滴来看 霍启刚没有一丝豪门公子哥特有的坏习惯 而是一身的正能量 所到之处都会迎来热烈的掌声和赞美声 这就是他平时的做人处事 所积累下来的口碑 霍启刚曾接受港台 旧日的足迹录音访问节目 此次采访霍启刚首次谈及父母的离婚内幕 对于两人的离婚 他表示非常可惜 但当时朱玲玲离开霍家之前 已和儿子进行了多次沟通 希望能够获得霍启刚的理解和支持 其实霍启刚那个时候已经年纪不小了 能够明白大人之间的事情 故而他也希望妈妈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朱玲玲是一个极其重情义之人 虽然他当时和霍振婷之间 已经没有了夫妻感情 但他对公共婆婆十分尊敬 为了顾及霍云东的感受 一直到霍老去世后 他才和罗康瑞结婚 而在9月中旬 婆婆吕燕妮的丧事上 他也是忙前忙后 前来为老太太送行 两人私下感情颇好 即便是后来搬出霍家老宅了 只要有空 朱玲玲都会回来陪伴吕燕妮 跟她唠唠家常 这么些年 霍启刚有一个习惯 每当自己接受采访后 没说几句 就会谈到老婆郭晶晶 可谓是一个十足的宠妻达人 这一次也不例外 而且此次 霍启刚罕见谈到了当初 向郭晶晶求婚的细节 至今想想 还是仍有紧张感 说到霍启刚和郭晶晶这段婚姻 其实应该要感谢赌王何鸿燊 如果不是他的作美 那么霍启刚 也不可能如愿以偿 抱得美人归 赌王去世时 霍启刚还专门发文悼念 感谢何鸿燊 郭晶晶和霍启刚 原来根本不是在同一频道 但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他们在对的时间 遇上了对的人 最终成就了一段 令外界羡慕不已的 豪门婚姻生活 如今霍启刚正值壮年 而且事业上更加多元化 前段时间更是参加了选举 看来大有往政界方面发展 俗话说 娶一个好媳妇 可以望三代人 而郭晶晶显然是 霍启刚背后的 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一两人的品德修养 他们的未来可期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